细古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参加无需医学背景地址在2497Industrial Parkway West 欢迎参观校园咨询热线6509189968 可发短信或加微信号6509189968650918996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在晚间7点收听细古华人电台的各项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7年的12月4号 今天是礼拜一 首先跟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流程 我们在下半场讲的是股票 访问的嘉宾是严继琳博士 我们在上半场介绍一场 在12月10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下午呢 是在中午一直到4点钟 由马仲学中医师的福特中医药大学举办招生说明会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马医师 马仲学博士您好 好久不见 您好 大家好 马仲学医学博士呢 他是著名的中医肿瘤专家和中医学者 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得到博士学位 并且也在北京大学系统学的系统学科的带头人 他是美国福特中医药大学的校长 以及创办人 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谈一下就是在本周日12月10号在礼拜天下午中午呢到下午4点 举办2018年的春季招生说明会 这个是欢迎各界人士对中医有爱好者参加 那这个地点呢是在黑博士我们待会都会一一的来谈一下首先我们要请问福特中医药大学成立至今已经有多久了马医师 咱们是这样咱们是在2016年16年也就去年的11月份经过加州高等教育部批准的 那么这个之间为什么我们2017年一直要到2018年开课呢 这中间很多认证的工作 比如是我们针究的专业就要通过那个加州的针究局认证等等 还要通过美国教育部的一些考核 所以到现在为止吧 就基本各项工作就绪 所以我们准备开始在2018年起步了 哎呀真是并且祝生日快乐 多谢 已经满一周岁了 其实我觉得一个学校啊 由新开始有它的特色存在 那具有它的优势 这些优势呢那不用我说 我就请马医师来告诉我们 一个新的中医药大学 在此时此刻2018年了2017年正式的来招生 你们占据的优势为何 在谈优势之前吧 先谈我们的劣势 哦真谦虚请说 因为那个咱们是新的嘛 而且规模也比较小 所以其他那个人就一些很多一些老的老校吧 针究类的院校成立都有的都几十年了 很长时间在湾区还有另外好几所做的也都很成功 咱们是小弟弟了 从从从从开始 那么这是呃没有经验 一切要靠摸索中前进 呃但是呢就是也有一点优势吧 优势什么就是略势就是优势 对吧就是你很小很新 那么我们就是可以从在起步阶段呢 就严格吸取其他很因为很多院校做很长时间对吧 那因为我走访了二十多家院校 那他们也有一些个缺点是优缺点都有了对吧 那么新的院校 那么咱们可以吸取他们的优点 那么在缺点方面 那我们就是可以就是很早的你就开始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从最开始吧 我想就是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是从新的也有他新的一个一点吧 第二个特点吧 如果谈到特点的话 那我我可以不客气的说 我自己就是一个特点吧 对名一啊 因为我可以说我是专家真正的专家办学 我自己之所以办学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办学 其实我做肿瘤方面 我做的也比较成功 而且国际方面我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其实我如果办个学吧 说良心话 我是多了个事对吧 但是我自己我觉得到一定年龄了吧 人总是要做点有益的事情 是的 那我觉得我的老师 我的硕士导师 我硕士导师是那个国艺大师 我的博士导师是那个中国工程院院士 那么他们都是把他们的知识 无私的交给我 所以我才有今天 那我想那我 我怎么样去把这些知识 传播下去呢 有一个传承对吧 所以我是真正希望 把我的知识传给真正想学的人 那我就希望 那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形式吧 这个形式就是学校的形式 我不想有很多人想跟我私人学 所以我不想那样的 我想就有一个形式 就有一个好的一个管理 所以我给 有系统的 有系统的 有科学的 来学习 那有这个方面 也有一个 比如是正能够是国家承认的 美国国家政府承认的 所以我的目的办学呀 那么就是作为一个特点来讲 就是我希望有一个传承性 从我的老师到我 从我呢 再给我的学生 那这是我觉得 从这两个方面 应该是我的一个 特别是 特别是我刚才讲的传承性 应该是我想突出一个主要特点 是这个的确是一个特点 那如果说 这个在社会人士 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他会有这个感觉 他是不是要有中医的背景呢 如果他没有中医的背景 他学习中医能够上手吗 学的能够跟有中医背景的人 一样好吗 您怎么回答呢 其实是这样 咱们如果是回到这个古代 对吧 那是有很多非常出名的中医了 那其中有一个中医特别有名 这叫中医的临床鼻祖 大师级人物 对吧 这叫张忠景 其实很多人不懂 不搞中医 他也知道个张忠景的伤害论 对吧 那么这个人呢 他创建了中医的临床学 就临床学 现在很多用的方法 都是他发明的 这个人可不是医生 他是干什么 是这个 你在湖南有个长沙吗 他是长沙这个太守 他是长沙这个大头当官的 是 他呢就平常就喜欢读医书 读医书的时候 他光读不行啊 他就开始琢磨给人看病 结果看病来看着 他积累很长时间 他别是办案办完了 处理公务处完了 他那个 把他那个政府大门一开 这就开始给老百姓看病 这样累积大量的临床降 反而成为一代宗师 那么所以说中国古代有句话 叫秀才学医 龙中作鸡 这个鸡放在笼子里 对吧 平常你抓着鸡 他跑来跑去 这已经放在笼子里 这不是很容易吗 很容易 就是说你只要有一定的文化背景 那么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知识基础 是 来学中医 对吧 不管你多大年龄 你是30岁40岁 你还是50岁 对吧 那你还是60岁 那你都可以学得很好 是 其实有一些人先知先觉 他就想说中医这行是蛮好的 希望给自己的事业来先prepare一下 作为一个事业的第二春 那有一些人是因为自己的亲戚啦 朋友啦 生了重病啊 他就想我要是有一点中医的这些底子 我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不管您的motivation是什么 可是呢 还有一点就是 在学习中医 至少你看我们看到是中药 内服的中药啦等等 或者是针灸 这两个都是中医相当强调的 那么如果说来报名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2018年办的这个春季班 在这两项 您都要很扎实的去教 或者是有其他合适的老师教 因为据我所知啊 有一些在其他的中医大学里面 可能某一方面比较偏重 那某一方面又有一些忽略 那这一点您是不是也有注意到呢 他是这样 这个问题吧 事实上现在是加州 乃至全美国一个 目前中医院校 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就是可以说是80% 甚至更多以上吧 他这个毕业生 他本来说是你是 比如说按道理学中医嘛 你应该针灸啦中药 最核心这两大项嘛 其他一些小的技术 他都会问对吧 什么把罐的什么 这都会 但是针灸中药这两是最核心的两个大的疗法 但是呢 刚才讲80%以上 或者是更多的 几乎他们毕业以后 他们不会用中药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来讲 来这个讲这个 为什么我敢办这个学 而且我要 刚才如果讲特点 我的第三个特点吧 那我就是让我这个福特中医大学 所毕业的学生 我确保他们 必须得又会针灸又会重要 那么这大家就会问了 说这多样是同样的 都是一个单位时间内 在这个单位时间内 为什么你可以做到呢 这就他那个渊源了 对吧 因为我是正儿八心的本科 在国内啊 本科硕士博士 整个一路读起来 整整11年 在学校时间11年 那我读了这些 我又临床这么多年 对吧 那我还到很多地方去 讲学讲课对吧 大量的学生 那么我现在总结下来吧 我就发现什么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 同样的时间内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学医 这个过程把它缩短 让大家同样的时间内 你可以掌握得更好 那这我就做了一个实验 光说不行 也有实验 对吧 我就在湾区啊 我办了五届这个培训班 这五届培训班 其实人并不多 五六个十来个这种 那么这些人 刚很多人跟我学习的时候啊 他完全不会用中药 所以这边有的学生还拉他们后腿 有的人说 哎 你别去跟那个马老师学中药 说针灸吧 一年成 中药十年成 这个太难 别去学那个 那个太麻烦 对吧 但是来学这些人 那么我们比如说 星期天上一次课 那么在那个五个月之后 那就是只是星期天一天的 对吧 有很多人 他们从洛杉矶外周过来 但是他们学完了以后 回去全会有中药 全会有中药 而且都敢用了 您真会教哎 对 我就是这样 我比较善于总结归纳 所以我也写很多文章嘛 很多人他认为你这个总结归纳的很好 这是我一个特点 我觉得 湾区很多 很多朋友们 像一些工程师 他们都读过一些硕士博士 是啊 你读过研究生的人呢 就是正儿八经 你在学校读过研究生的人 你在这归纳总结方面力量一定会比较强 嗯嗯嗯嗯 就是说自己念书啦 学习已经是在自己的头脑的系统训练出来了 所以不管是学哪一科都很容易上手 在经过明师这么一交 就是不同反响 OK好 那在12月10号这一天呢 因为是从中午啊 一直到四点钟 那具体说明一下这个 呃 Open House 它又包括哪些内容 咱们实际上就时间也没那么长 咱们就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忙嘛 嗯 实际上我们就从两点开始 哦 二到四点 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 嗯 那么这个前面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 我们就介绍一些各个专业的情况 因为咱们有三个专业嘛 那个每个专业的一些特点 我们怎么样去开展 还有就是哪些人来教这些课程 嗯 那么 实资 如何能达到毕业 毕业以后 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对吧 它究竟它的前景 这就是 对呀 对呀 前景 不是正前的前景 是这个 前途 对吧 它的前景如何 这个我们都会给分析的非常好 嗯 OK 所以您刚才说三大这个内容啊 就是包括食疗的专业 嗯 食疗的专业 还有推拿 这个都要上百个小时的 另外呢 就是学习中医 对 的理论 咱们是授予中医措施 嗯 它叫它叫中医科学措施 是这样的 中医科学措施 对 那么这个里面它是时间比较长了 它就是要 如果我们按照周末上课的话 那它差不多需要三年时间 当然有的人原来有一些医学基础 或者他学过一些健康的课程 比如生物啦 什么一些其他一些课程 那么它可以拿到一定的课程 这个过程可能变成两年或者是两年半了 是 可以缩短一些 那么这是中医科学措施了 它出来就刚才咱们讲 又会针灸又会中药 嗯 那么咱们还有一个短的 嗯 比如说 哎 就食疗 就是如何 这个食疗跟营养学不太一样 啊 营养学讲究什么三大营养物质了 对吧 卫生素矿 矿物质了 什么蛋白质这些东西 那中医我们讲这个营养 是讲这个食疗学 是把这个可以做食疗性这个中药 比如陈皮 哎 它橘子皮 它又是中药 它又是食物 对吧 那么类似这些东西 如何与我们的日常食物搭配 来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 所以这个呢 是学645个小时 大概就如果按照周末上课的话 包括实习吧 一般来讲 就是九个月就可以完成 嗯 哇 好精彩啊 好的 朋友们 您对于这个在福特中医药大学 在12月10号 本周日下午2点到4点 举办的2018年春季招生说明会 有兴趣吗 欢迎您来参加 这个校址是在2497 Industrial Parkway West Heword 联系电话或者是text message 是6509189968 6509189968 其实啊 学任何的东西 学任何的学问 都有一些窍门的 那学中医是不是也不例外 我们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 继续探讨精彩内容 继续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您想学中医 将当个好医生吗 机会来了 请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12月10号 星期天下午2点至4点 举办的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人士参加 无需医学背景 地址在2497 Industrial Parkway West 欢迎参观校园 咨询热线 6509189968 可发短信 或加微信号 6509189968 6509189968 MaxRow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郁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ow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ow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xRow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 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ow Cupertino 请下Vila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数据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万富理财总裁 以望瑶 携手三位财务规划师 于12月16号 举办岁末省税免税 风险控制 财务规划讲座 GMCC万通贷款 介绍两种大额贷款 100万5%当配 200万680 FICO score Transpacific总裁 菲律普胡振国 讲解人数保险界 不同行销制度的优缺点 和差异性 12月9号周六晚7点半 KTSF与您共度 娱乐漫谈好时光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 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 SVC 我是沈荣 MassMutual顶尖理财顾问 连续十年 获得MassMutual蓝筹奖 我将在12月4号 5号 星期一 星期二 下午六点半 在盛河西 举办两场退休规划奖座 内容包括退休策略 税务规划 以及各类理财产品分析 供应披萨 饮料 小点心 报名请发短信到 925858 9502 925858 9502 您想学中医 将当个好医生吗 机会来了 请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12月10号 星期天下午2点至4点 举办的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人士参加 无需医学背景 地址在2497 Industrial Parkway West Hework 欢迎参观校园 咨询热线 650-918-9968 可发短信 或加微信号 650-918-9968 650-918-9968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这里是矽谷 华人电台 现在是空中医疗站 我们访问的嘉宾 他是麻 重学 医学博士 他是在美国的福特中医 大学的创办人 以及校长 他们将要在本周日 礼拜天 12月10号下午2点到4点 在黑沃举办 2018年春季班的招生说明会 我们刚才呢 都有很系统的 也讨论过一些问题了 我们接着来访问 马教授 马医师 马医师 我接着一个问题 就是福特中药大学 在这个教学的时候 到底有分哪一些专业 并且入学的要求 门槛是什么 他是这样 就是专业吧 咱们有三个专业 一般的学校吧 就针灸类的学校 一般他都有两个专业 一个是主项 当然是针灸专业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退拿专业 那咱们除了这两个以外 那我们还多了一个专业 我们叫食疗医学专业 这刚才讲 咱们主要是如何把 可食用的中药材 与食物搭配 是这样 那么这三个专业的入学要求 各有不同 不同 对 第一个吧 就是在针灸 针灸学实际上 我们是讲中医学 授予的是中医科学硕士 那这个专业呢 他是入学 他要求别是 你是至少 你要是大专以上 我想在湾区 这个很多人都高 人都是硕士模式 太多了 走出一堆人 看了百八十个人 都是硕士模式 那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不是大专 他有个要求 这是美国教育部的规定 不是我自己学校的规定 他美国教育部规定什么 就是如果你在大学里 修满六十个学分 嗯 就可以够入学 比如说你大学没毕业 实际上六十个学分呢 就是相当于两年 就如果你就 就好像community college community college 就可以 的equivalent 它的 你就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条件了 然后实聊这个吧 因为实聊 它是职业实聊专家证书 它不是一个学位 是一个证书 当然这个证书 也是美国 加州教育部正式承认的 那这个专业要求就比较那个 比较那个松一些 那实际上他就是 我们还是希望至少是大专以上能入学 但实际上按照美国教育部的要求啊 他高中以上的学历就可以 就可以 推拿也是这样 高中以上的学历就可以 嗯 好 明白了 那这些专业我们也都明白了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啊 就是 其实 针灸跟中药的知识方面 听起来啊 我在想这个很多中医生或者是针灸师 他在扎针下去 我们是不知道他扎的这个穴位准不准 那但是马医生您一定知道这个医生扎的准不准 但是如果扎那么多针有一两针扎的不是在穴位上面 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害处 这是我个人的浅见 这个跟吃中药就不一样了 如果中药药方开错了吃下去 对人体的这个不但是没有帮助 反而会引起很大的害处 那这方面您同意吗 能不能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是这个是非常对的 因为也是针灸 特别是在四肢上的穴位 都是鸡肉嘛对吧 这些地方那个你你那个穴位错错那么一点偏一点 那个说说实话也不是很很大的一个问题 最多是没有效果 也不会说 其实病人也不知道 病人的身体反应不出来 他没有反应说是你这是错的还是对的 对吧 吃中药不一样 吃中药我们叫脏腹若能语 医师面如土 就是如果脏腹能够说话的话 你这个你这个医生的脸色涂灰 就是因为你吃药吧 一吃进去 病人马上他的反应 对 好与不好 立即反应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难在这 那么他比如是咱们吃了中药 他是根据什么标准 实际上咱们有一个针断标准 比如体质 你究竟是寒还是热还是虚还是实 这是最基本的标准 那如果你要是热性热症的人 比如咱们这个人是脸色通红高血压 你又让他吃人参 吃黄旗都是热性 血压一定是增高的 是啊 对吧 那你应该用寒性的东西 那么反过来这人体质浑身怕冷了 就是手脚容易冰凉了对吧 这个时候你还要给他吃一些良性的 比如金银花啦 什么就是土腹苓这些东西 更洩的快了哈 它更凉了 阳气更虚了 所以说那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具体到人体吧 仅仅是寒热就不一样 比如说是有的人上热下寒 上面是口舌生疮 睡不着觉 下面呢拉肚子 手脚冰凉 它是很多这种 那么内热外寒 它分很多很多种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运用中药 中药的强大基础就是针断 中医的针断水平 那跟我学过的一些那个中医啊 那这我要说这个话你可能不相信 对吧 有的人搞了十几年了 对吧 他跟我学了 他呀 他说的道是骂 他说的 我这十几年呢 从来没有给病人认真证断过 因为他就从 他不用中药嘛 所以病人来头痛 大致问一问 那我就 针灸 肩膀痛 对吧 可是 这个怎么样去针断 他就 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进入这个针断 那其实 望闻问切 望闻问切吧 其实这是中医的讲的一个四个大方面 然后再针断嘛 对吧 事实上我总结出一个还不是望闻问切 我总的叫快速针断吧 因为我的老师 那是中国 中文的这个专家了 对吧 我老师基本上是 病人坐在那跟前 问两句话 一看舌头一眼 一眼脉相 立即开出方 非常快的 因为他一天九十多个病人 他哪有功夫 他的他的经验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 所以说是要快速针断法 如何做到快速针断法 这个在我的课堂中 我之所以我有信心满满 对吧 我为什么敢相信 我带出的学生 一定是强将手下无弱兵 对吧 我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我有这些深刻的体会 要不然我就是吹牛乱弹琴嘛 对吧 并且您也是注重传承的 传承在一个人想要成就事业的经历中啊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能够把自己的所学 就是当初您得到您教授无私的教育 那现在您也愿意 再加上您到美国来的这些经验啊 也愿意传承下去 据我所知 其实美国的 就是美国人开的中医学校也很多 他们的规模也蛮庞大的 那比如说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住在别的地方 他们有病的时候也会想想说 哎妈妈说中医 他们就在所居地 也找了一些讲英文的中医 来针灸啦 来跟他们讲了一套又一套的 来开放的 你觉得美国人学的中医 比中国人学的中医 可以相比吗 我觉得就是从我所观察来看 如果美国本地他所学的中医 对吧 他的特点临床比较扎实 他治病 因为这么说 他入学都是成年人 大部分成年人对吧 那么他所以说他交了这个学费 他这个目标非常明确 他要干什么 所以他很认真 可是大陆那些 中医院要说是学质 比这个长五年制的 对吧 而且是完全脱缠 星期一到星期五 天天学习 对吧 是啊是啊 他也有他的弱项 弱项什么 哎呀就跟我们那些读医学 我那些十七岁嘛 对吧 我们入学毫无目标 就是高考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 那天天玩 说我算稍微好一点 我还是比较喜欢学习的人 可是很多人对天玩 对吧 那很多人出来了以后 哎 到到社会上 这是这是普遍的 不光是中医的学科 就是咱们大陆的这个学生出来啊 他动手能力就比较差一些 对吧 他要在临床 或者说在其他学科 无论你是搞其他 他要有一段时间 但是美国这个培养的学生 也特点动手能力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他的强项 那在美国这方面 其实也有他的弱项了 就是什么 就是他在比如科学研究方面 比如中医的 咱们不讲别的 就中医的 比如我们做一些科学研究啦 写一些论文 在这方面 美国的中医界绝对 绝对是弱项 因为他觉得 我平常治治病人什么这些 那么他其实中医有很多东西 我们如何去说服别人 如何在科学事业上 做出一些成绩的吧 其实这个中医里面是大有所谓的 其实因为我读过这这么多年 所以我自己其实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会让我们的学生啊 比方是你毕业对吧 我会指导这些学生啊 他写出一个 我不会给他特别大的压力 但是我会指导他们 写出一些像样的论文 那我们把这论文给他接集 对吧 给他你将来出来 你看我毕业的论文 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对吧 这个这个一般的也是做 一般人也做不到 这你必须得懂这个科研 这个你才能教别人 这个选题 怎么样去选题 对吧 还有一个遍地式题目 中医这里面啊 真的我跟你讲 里面有非常很多 很好的东西 对吧 就值得去发扬 其实我觉得啊 现在就是在此时此刻 如果要来报名来参加福特中医药大学 学中医的这些朋友们 一定是motivation 就是动机性很强的 否则他不会要来花自己的时间 要来花自己的金钱 来学中医对吧 对 这次机会 我就给大家顺便说一些 学中医吧 有四个要素 如果你想成为好中医 中医我前面一定要加个好好中医 对吧 有四个要素 第一个呢 就记性 就是你要能够 因为医学的东西啊 很多是要能记住的 记住 对吧 这是第一个 当然你记得有窍门 你说我到了 我都四十岁五十岁了 我记东西不容易了 我会跟你讲这个窍门 对吧 这个是我们压箱点的东西 会跟你讲 怎么让你去记 对吧 我讲中医 让你在短期内 如果我没有办法让你记 那就完全空谈 明白 我一定会有办法让你记住 对吧 这是第一个叫记性 第二个叫悟性 就是你悟性就是什么 我能理解 比如皇帝内经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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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古话呀 古书啊 哎 如果你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你就很容易去理解 才能参透 这个理解也要 也要把 刚开始有一个启发 给一定启发以后 你才能真正去理解 第三个吧 就是临床 就是你要多临床 多看病人 第四个就是名师 对吧 所以说记性悟性 临床名师 你有名师指导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半年书 是 我们名师已经有了 那我知道学校 还有其他的师资吧 对吧 我们是 我们应该说是一个 很完整的 很完整的教授团队 那至于学费怎么样啦 等等 这个都是在说明会中间 会对大家 我们在说明会 给大家一个 讲得清楚 我惊喜 因为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开班嘛 是 一定给大家这个礼包 圣诞大礼包 对吧 好的 联系电话 还有报名的电话呢 就是text message 到650-918-9968 欢迎热爱中医的人士 踊跃报名参加 好的 650-918-9968 感谢马医师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祝你们这次在礼拜天的 2018年春季班招生会成功 谢谢你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后来访问 严继琳博士 要谈谈股票了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GMCC计划多 直接放款 速度快 利息好 现推出大额贷款 新项目 42万4千以上 党至600万 可14天完成 可用公司配股 RSU做收入 DTI 47% 信用分数680 10%投款 外国人身份 信用不到两年一可 GMCC关区六家公司 承招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650-996-1982 996-1982 或电由 infoatgmccloan.com Natal mortgage Tepto Corp Equal Lander D21-150-029 NMLS-254895 昌星珠宝隆重介绍 豪雅卡莱拉系列 自动计时马表 灵感源自赛车运动的经典 现代运动晚表 速度果敢激情 无惧挑战 成就自我 优雅坚固耐用 热爱运动 男士最佳选择 昌星珠宝钟表集团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CH Premier 史坦福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每天都有 在过去十多年 咬咬改良自好莱坞 最有效率的歌唱方式 训练出无数的歌手及艺人 破解大家最常见的问题 高音上不去 低音下不来 中期不足 想重新调整您的歌唱方式 感受唱歌时 就像讲话般的容易 即使是密集使用声音 也不倒嗓 请尽早报名12月9号 在圣和西所举办的 灵魂体三合一歌唱大师班 座位有限 仅见50位学员 上网报名 www.yaoyao.com.tw 德利昂首席执行长 迈克里执卡将于12月8号至10号 出席上海国际高端房产盛会 中国顶级尊药豪华房产展 现与德利昂团队出售您的房产 将获得在此展会上 向中国富豪及高端投资者 曝光您房产的理想机会 详情请致电 德利昂地产团队 Audrey Sun 650-368-8688 650-368-8688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空中 这边是财经天地的节目 嗨 我是周乐 我们现在非常高兴的欢迎到 严继琳投资顾问 严博士 严博士你好 周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晚安 好 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美股礼拜一收盘的情况 收盘是涨跌不一的 今天开盘开得非常好 一度倒指 它还冲破了上涨300点的 这个在开盘的指数 但是在收盘的时候呢 它还是照样的 也是创了历史的新高点 但是这个成绩 已经不如开盘那么猛烈了 科技股的下跌 还有在标普500的下跌呢 也有一点受到两个原因的影响 截至收盘时 我们看到道琼斯是上涨了58.46 报24290.05 标普500指数下跌2.78 报2639.44 纳指跌了72.22 报6775.37 在上个礼拜四呢 倒只是冲上了24000点的关口 那这个中间呢 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 Michael Flynn呢 他已经正式认罪了 还有川普 他的税改 也经过参议院的 还一致的啊 还蛮同意他的 已经也签字通过了 就等到他自己总统签字 就可以实行了 那这种种种的问题之间呢 呃 我们想来听听看 闫技林博士 从海外 已经这次在海外待了比较久 所以您对于 国际之间的事情观察的 比较深入 比如说 十九大 那么这个 还有川普 他访问中国 然后经过日本 安倍的这些态度啦 还有日本的前途啦 还有APEC和东协大会 都给我们来说一点好吗 燕博士 呃 对 事实上在亚洲 这个 过去接近两个月 蛮热闹的啦 那我想最主要还是 呃 这一个 呃 中共十九大以后的事情 因为亚洲的经济 甚至于全世界的经济 中国现在就占 呃 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 呃 当然了 我们 现在 全球这个网络啊 信息很发达 但是呢 如果你自身在亚洲 亚洲很热闹的话 你的感觉 呃 好像比较深入一点啦 你听的 看的 好像 呃 感觉上 呃 好像 在在里面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 那当然 呃 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十九大 十九大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也就是说 呃 像 全世界揭示说 我们政权是稳定的 然后接下来在经济方面 大家比较注意的 也就是说他当然要慢慢积极的落实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些这些政策 对这些事情 那这整个是带动亚洲的 所以亚洲现在的这 跟这一个亚投行一带路 有很大的 很大的关系 那国内呢 国内大概就是注重他们的经济 因为最近经济数据事上是不是很好 比如说十月份的外销啊 还有PMI啊 还有这个内需都不太 不太 好 这个这个number都是呈现 这个下滑的 所以在这方面他可能 呃 中国必须想一些办法把经济再刺激起来 那另一方面呢 又要踩刹车 呃 就是股市 债市 房市 这方面要 要踩刹车 那最主要今年 我想这个基调也就是说去杠杆 然后呃 重新再 在这个调整整理 这方面 我们希望中国是稳定的啦 那接下来呢 日本大选 日本大选也是有一个意义 也就是说安倍的大胜他跟这个联盟的这个公民党加起来是超过三分之二 他可以修现的 那为什么这一次安倍虽然有很多丑闻但是他还是还是大胜呢 也就是说日本人在亚洲的复兴方面 然后又有北韩的问题 嗯 希望日本安定 希望日本安定 然后让安倍再大胜 那就变成呃 安倍继续担任98任的这个首相 变成呃 这个日本做最久的首相了 所以日本那边也相当稳定啊 这方面是看起来东北亚还相当稳定的 那接着我们重要的是APEC会议在在越南11月10号11号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个东协在这个菲律宾13号14号 所以这整个哦 你可以感觉到亚洲除了我们金胖子导弹以外呢 呃 这个经济各方面是有一种booming的这种感感觉 所以这是对全全球来来讲是好事情的啦 嗯 那呃 我们川普我们的总统川普也虔诚参与 这个当然是九大没他的事 嗯 可是他也到中国了访问日本韩国 那有两件事情 呃对越越越越南菲律宾都都都去 我想他蛮高兴的啦 那呃 美中不足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他该做的没做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不该做的做了 什么事情呢 嗯 就是说我认为因为现在亚洲经济这么好 很稳定政治稳定 但是呢就是北韩导弹 嗯 那美国应该会跟北韩对上了 三个这个航母群都在那里 他应该到38度线的DMZ 嗯 纵使三分钟也好 我认为是应该这样宣誓一下嘛 我老大来了你不要乱搞 嗯 这是一个意义 这是挨做的没做 那不该做的做的 也就是说他上任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把这个TPP 嗯 这个把他给跑掉 那这样呢 他的在APEC啊 在这个东协会议啊 他这个mandate 跟中国对抗 分庭抗礼啦 嗯 这个mandate就不是很足 如果他有有这个TPP 当然他是老大 那可以在那边挺着胸部 我的TPP跟你的中国领导的RCEP 分庭抗礼 这样的话 看起来这个态势就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过去一个月在中国 在亚洲的这些感觉啦 嗯 他这个人真的是有点怪 人家我们中国早就说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那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民政言顺嘛 啊 这个力量就比较大了 好 那我们今天除了恢复了 看一看全球的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之外 我们也要讨论一些 就是美国内部也有一些conflict 就是不跟股市很吻合的事情啊 比如说华盛顿最近事情也很多呀 股市呢屡创新高 冲破两万四千点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然后Flynn呢 也在这个关头 他又认罪了 那然后他的tax bill呢 在senate也自这个熬 就是burned midnight oil 在礼拜六早上凌晨两点钟呢 也是大多数的人都同意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事情 下一步棋到底是怎么走 哪一些事情是我们还没看到的 但是可能会发生的呢 呃对 刚刚周小姐提到这两件事情 Flynn的pre-guilty跟这个tax bill这个事情 我们从礼拜五就可以看得到了 也就是说华盛顿真的对华尔街 影响力还是很大 可以flip up这个这个华盛顿 礼拜五他最早上早盘看起来还是涨50点 然后突然11点05分以后变成又跌了350点 皮里啪啦掉下来 48点 那最后当然没那么严重 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是会这样呢 你Michael Flynn的这个pre-guilty有那么严重吗 事实上是ABC卸出一个消息 他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 他pre-guilty以外 他答应跟这个muller这个调查委员会合作 然后就恐怕他会testify 就是在against这个Trump 那可能就是烧到上面 那flip他是国家安全顾问 那烧到上面上面是谁 是总统 总统 对不对 所以华尔街是怕这个 当然啦 他Trump还有一道防火墙 就是他下面有一个他的儿子 还有一个他的Krishner 他的女婿 可能可以挡在那里 真的烧到他的话 可能性可能也不大 那真的烧到的话 你跟俄国有什么的话 事实上现在找遍华力 也没有说他应该去坐牢的事情 所以应该还好 可是那一天呢 就在那个同时 这个Senator也在辩论这个Tax Bill的事情 本来说礼拜五晚上7点钟就可以开始投票 后来一直搞到礼拜六半夜 Senator年度都很大 我觉得他们为国为民也是 也是蛮辛苦的 那这一段协商呢 不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协商 而是共和党里面自己 他又抓到50票 至少要50票 后来是抓到51票 连那个Susan Collins他也抓过来 当然Susan Collins有一个条件的啦 我这个1万块的Tax 这个Property Tax的这个Itemized Reduction 我要留下来 OK 这个共和党答应了 然后他就投票 所以变成51比49 当然了这个还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共和党的Virgin跟民主党的Virgin 还差别很大 那他现在两个一个House跟Senator都通过了 然后他们现在两党 就要去协商呢 对两院还要协商 协商出来的结果 还要回去各自的院里面再投票 所以希望在年底能够办成 所以我们年底的Attention可能 这个Trump的Russia Gate 可能也是因素之一 但是最主要是这个Tax Bill 那也不要忘了我们礼拜五 如果国会没做任何的话 礼拜五以后 Gobber没有关门了 哎呀 就是在台高竹的结果 那还能不能继续延下去 总不能让政府机关都关门 发不了薪水吗 大概这几天 他们会堵三分啦 嗯 呀 好 真是精彩 好 那我们先要进一段工商资讯 之后呢 那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Jana Yellen 明年到2月 真的就是不做了 那他不做以后 这个Fed里面的Structure 会有什么改变呢 当然我们比较关注的 就是他们的态度 有没有这个Policy的改变 在Yellen下台之后 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影响 嗯 还有哦 就是这个已有的 就是回收率啊 这个短期和长期的中间 现在已经有一点 发生矛盾的情况 这个严重性还是蛮大的 待会我们就请 严博士给我们精彩 继续讲评 不要走开 听众朋友 我们马上就回来 红伟中医 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 受到广大患者的医治好评 2007年 红伟妹妹红侠 来美成立了位于Sanjose的 红伟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校弯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日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ew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10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11年mortgage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症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Lee at Lee Zhang Corp.com L-E-E at L-E-E-Z-H-A-N-G-C-O-R-P.com Fremont新章清真店奔山鲜 特别秘制新鲜正宗地道北方菜式 和各类面食 芝麻大饼 牛肉馅饼 秘制羊汤 水煮肥羊 川菜辣子鸡 红嫩羊肉 招牌牛肉 特色手工水饺肉包 真心出美味 真诚待顾客 饭菜有特色 味道很独特 体贴你的心 越吃越有味 奔山仙 位于36456 Fremont部落网 另位电话 510-320-5099 510-320-5099 蒸汽火锅 羊肉烤串 宵夜 筹备中 敬请期待 在过去十多年 要要改良自好莱坞 最有效率的歌唱方式 训练出无数的歌手及艺人 破解大家最常见的问题 高音上不去 低音下不来 中期不足 想重新调整您的歌唱方式 感受唱歌时 就像讲话般的容易 即使是密集使用声音 也不倒嗓 请尽早报名 12月9号 在圣和西所举办的 灵魂体三合一歌唱大师班 座位有限 仅见50位学员 上网报名 triple w y a o y a o y a o dot com dot t w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严博士你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美国股市里面几件比较不是很平顺的一些情况 就是有矛盾的情况 公债的回收率通常的规律是什么 然后现在呈现的现象并不是很规律的正常现象 那这个又意味着有什么恐慌性的事情将会发生呢 对我们一直讲这个year curve year curve就是说短期利益力跟长期利益力拉出来的这条线 我们这条线不希望看它平调或者是反 相反的 平调跟反制很危险 为什么我们2000年股市大崩盘 2007年开始的股市大崩盘 前面都出现year curve的这个flat或者是inverted 那这个情形呢如果再发生的话 可以保证呢几乎就是市场会 我们经济会进入recession 股市会进入熊市 就是可以这样这样推论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错误过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你用两年的算短期 然后十年的算长期来看 我们1月3号 今年1月3号就是快一年前 两年的是1.22 10年的是2.45 所以这个差别是1.23 对不对 那11月20 就上个礼拜 11月22号 两年的变成1.74 然后十年的变成2.3了 这个差别呢 就从1.23变成0.58 嗯 窄了 两年级的跟十年级的这个差别 变成0.58%而已 所以现在就非常非常平了 那在这个情况 当然短期利率是Fedal Reserve 可以控制 它现在一直涨利息 那如果明年too aggressive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 如果再涨个 听说会涨三次或十次 那这样一搞的话 这个不是 短期的就比 假设我们十年级的 就现在的2.3多少不变的话 那这样就平掉了 就可能 就短期两年级的利率 比十年级的利率 还高了 那这个就出现 2000年或者是2000年7年的 所谓flat或就是inverted year curve 那前面就很糟糕 我们怕这个怕这个事情哦 就所以希望Fedal Reserve 也稍微注意这个问题 它一定也会注重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蛮难想象 现在经济这么样的蓬勃发展 怎么样会导致到经济会衰退 这个很难想象哈 呃对 但是但是每次就是说 year curve这样出现的话 也就是有乱象 那市场有乱象的话 我们就要担心 为什么两年级的 我们假设它在涨 涨这个 是 呃现在在涨这个 四次到假设到明年 哦 后年涨了四次 那四次 四次的话呢 那就再 呃不用四次啦 大概就三次就 就会成flat或inverted 那这种情况呢 为什么两年级的利率 会比十年级的高 那这个就是怪现象 对不对 那这个怪现象一出来的话 呃总是不好的啦 我们不认为这样 呃这样是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 这种情形啊 但是还是up to fader reserve的 嗯 control 大部分它可以control的 它可以control 短期的不要涨那么高嘛 对吧 是的 嗯嗯嗯嗯 好那另外呢 在市场的volatility 波动性的behavior 也有一些signal 要让我们谨慎的 因为这些是不平常的一些 不不寻常见到的现象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对我们说这个国资将亡必有妖孽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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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就是这个市场上 unusual的事情 刚刚讲的 year curve是其中之一 volatility也是一样 volatility最近在这一个 11月3号的时候 它push到intraday到8.56 嗯 8.56是 是从来没有 没有这么低过 历史上从来没有低过 但是closing basis是9.14啦 那9.14还比1993年 那个9.03还高一点 OK这没关系 我们平常基本上原则 原则就是说 这个市场在跌的时候 我的tility上涨 也就是说大家恐慌 然后这个反过来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市场涨的时候 我的tility应该跌 那跌的时候我的tility涨 可是呢 这个怪现象出来了 从11月27号 11月27号开始 礼拜一二三是我们市场都涨的 礼拜一涨22点 礼拜二涨200多点 礼拜三100多点 礼拜四300多点 这四天 上个礼拜四天 礼拜一二三是涨了差不多700点 那在这个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涨的时候呢 我的tility应该下降了 可是天天 我的tility天天上涨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也就是怪象 但是我们可以 好的好的 我想这个看跌 可能也就是一个比较短期的现象 我们进入这个非常强的一段时间 12月 如果这段时间有跌的话 15号以后一直push到新月 诶 Christmas new year 可能也是蛮强的 是 好 那其实最近啊 我相信 颜波士一定也有注意到 就是道琼斯和标普500和tech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线 这也是乱象之一 诶 对 我们就来谈谈这个 这个其实你看好像是高成长的 high tech的股票的钱都跑出来 跑到比较稳定型的标普500 还有道琼斯里面去了 对 我们把它称为Black Wednesday Black Wednesday就是说high tech被kill 那一天道琼涨了103点 可是你看这个Fedavia的semiconductor index 就是Sax Sax跌掉差不多到涨100多点 那Fedavia的Sax跌掉4.4个percent 那我们简单一下 你看Fedavia跌了7块多 Apple 3块多 Amazon厉害32块多 然后Google也245块多 那这个情况也就是说 钱移到Somewhere去 比较稳定的 Somewhere去 然后Tech在SarTech 但是这个SarTech是从谁 谁亚洲的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开始对这个台积电发炮 开始开始的 然后接下来就影响到三星 还有腾讯还有四个 就是阿里巴巴这些股票 那今天又重新 今天虽然道琼本来涨很多 后来总是还是涨58点 可是Nestech跌了72点 对 那这些钱跑哪里去呢 这些钱跑到你看过去四五个交易 Citibank Bank of America 对对对 Goldman Sec Morgan Stanley 他们那种涨得很好 很多都涨了差不多1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把这个Tech的钱 可能离开Tech 可是它没有跑哪里去 它就是跑比较稳定的 Financial去 所以这个也是好事情 如果Nestech乱冲 然后刀凿子开始转叠的话 这个可能是我们long term的market top 可能前面很危险 可是现在这个情形呢 看起来好像sector在rotation Tech涨太高了 超过P P都太高了 然后它现在退下来 然后还是很cautious 很安心 这个很这个小心的进入 Financial 因为Financial Tax Reform 最好的受益者就是Financial 跟这个Energy嘛 那在这个情况下 sector在在赚 所以这个情形好一点 如果万一 Nestech乱冲 然后刀凿子也是下来休息的 那就要注意 是的 是的 非常同意 那XLF 大家也可以看到 表现的也是相当亮丽的 是大的突破 是 那在12月 就是有股市以来的12月 12月应该是比较positive的一个月 然后从现在道琼斯的 24290点 标普500的2639点 还有纳指的6775点 做technical的一个analysis 从这两个大的方面来给我们做一个conclusion 对 当然转级 非常转级 今天QA 我们前面三五天 也许七八天 Market是旺跌的 这是可以判断的 但是我们Sell in May 这个事情注意一下 Sell in May 表示说五月到十月 这个市场会不好的 可是我们 我们从五月到十月的话 市场是涨了5个percent的 那根据历史 如果这一段时间 Sell in May 这段时间涨了超过5个percent的话 我们十一月十二月会很强 已经涨3.4个percent 那一直十一十二一二三四 更强会涨到9.2个percent 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市场 不容易去摔下来的 还是蛮强的 当然中途的collection还是有 那December本来就是好月嘛 道琼排名是4月12月11月 S&P是12月11月4月 Nestex是1月12月11月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个12月都是排名在前面 数一数二啦 所以在这个时节性的看 我们现在又有一个Christmas 然后有一个Generate effect 现在Generate effect 现在1到12月中来 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到月中 可能会有collection 跌下来几百点都不管它 往后这个一直到Christmas 就12月的后半 一直到到New Year 然后甚至于到1月 我想都不会有有太大的问题 嗯 Alright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clear的一个conclusion了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看好财经股吗 银行股吗 对 银行股它 你看现行的话 它是一个是一个真的突破 那真的突破 反正有突破的话 我们看它成行 也许这一两个礼拜就会成行 那成行继续往上走 所以我们对finance tech比较小心一点 但是事实上 long term它几个月 还是在Utech带着冲 但是finance你转一些钱到finance也没有关系 等它成行逢低买进的话 finance可能在明年会是表现比较靓丽的 明年前半年可能表现比较靓丽的 会在energy跟finance上面 好 非常感谢严博士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好 谢谢大家 各位晚安 晚安 拜拜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明晚七点见 拜拜 您想学中医 将当个好医生吗 机会来了 请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12月10号星期天下午2点至4点 举办的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人士参加 无需医学背景 地址在2497Industrial Parkway West Award 欢迎参观校园 咨询热线650-918-9968 可发短信或加微信号 650-918-9968 650-918-9968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